欢迎您收看华尔街评论 张勇带着阴影离开阿里巴巴 路透观点 阿里巴巴集团CEO陆兆喜突然离职 引发了对公司未来计划的担忧 陆兆喜的辞职打乱了权力平稳过渡 可能会延迟阿里云的分拆 阿里巴巴的云计算部门 分拆的延迟可能对阿里巴巴的估值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公司希望通过分拆来提高其价值 阿里巴巴新任CEO张勇和执行副主席蔡崇信 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是证明陆兆喜的离职 不是由于公司内部的分歧 拉加德可以停止为薪资上涨而担心了 路透观点 欧洲央行ECB行长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担心高工资导致高消费价格 并可能阻碍将欧元区通胀降至2%的努力 然而 有几个原因说明上涨的工资可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首先 多年来工资一直低于通胀水平 即使最近有所增长 工人的工资在考虑到价格上涨后仍在缩水 这可能对经济增长施加下行压力 因为家庭的购买力减弱 其次 更多的当前指标表明工人的溢价能力较低 工资增长较慢 由于经济疲软 欧洲央行可能需要提前放宽政策 预计欧元区在第三季度可能出现收缩 过去 即使工资增长强劲 欧洲央行也曾降息 如果拉加德能避免将利率维持过高过久 它可能值得明年加薪 是时候关注化石燃料需求而不是供应了 路透观点 根据雨果 迪克森的观点 气候活动家应该专注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 而不是试图停止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 迪克森认为 活动家应该倡导实施碳税 绿色补贴和更快的可再生能源许可证等措施 目前 活动家在是否逐步减少化石燃料方面存在分歧 有些人呼吁减少生产 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减少消费 迪克森认为 减少需求是实现供应减少的最有效途径 他还呼吁加强监管 包括禁止脏技术的使用和支持清洁替代品 迪克森建议各国应征收碳税 并为清洁技术提供补贴 以鼓励消费者转向更环保的替代品 问一个造型师 我如何为秋季更新我的牛仔裤 FT评论版 个人造型师安娜 伯克利推荐在秋季投资一条时尚的牛仔裤 他建议选择深色洗水的款式 不要有破洞或花哨的细节 直筒枯腿适合大多数身材 伯克利建议关注 Chie for All Mankind Good American和Ray等品牌 这些品牌提供各种风格和尺码的牛仔裤 他还建议寻找复古款式 考虑牛仔裁剪 并查看桥梁服装品牌的优质和精心剪裁的牛仔裤 为什么与美国争论对欧洲有好处 外交事物 美国不应过于担心 欧洲对美国的战略自主性 和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追求 虽然可能存在跨大西洋的分歧 但这些差异可以有益 并对可能产生负面后果的美国政策 起到制约作用 欧洲的独立性也可以调节中国的行为 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 此外 欧洲的自主性是美国长期要求 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的结果 美国应该欣赏 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多样观点 因为这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 和一个更安全繁荣的世界 盟友的意见历来对美国政策的智慧 起到了有用的指示作用 欧洲对美中紧张关系的制衡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台海危机的情况下 欧洲国家有兴趣防止或限制这样的冲突 因为他们与中国有经济联系 中国渴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制造分歧 以防止一个团结的西方阵线 并获得欧洲的技术和市场准入 然而 欧洲的独立性 实际上可以制约中国的行为 欧洲对美国政策的反对 有时可能会给美国决策者带来不便 但总体上 活跃的辩论和分歧 往往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美欧关系可以在偶尔的争吵中生存下来 因为欧洲对美国的看法通常是积极的 并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保持一致 这些分歧对美中行为 起到了有用的防护作用 全球碳定价框架的理由 外交事务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定于11月底在迪拜举行 全球碳定价协议的需要将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碳定价是只对碳排放进行货币化评估 已被证明可以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并促进清洁能源创新 虽然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施了碳定价方案 但需要一个全球框架来确保所有国家对其排放负责 并避免碳泄漏 即排放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碳定价较低的国家 全球碳定价协议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收入 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变化并减少排放 拟议的全球碳定价框架将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当前趋势设定碳排放的最低价格 最初的最低价格可以设定为发展中国家每吨10美元 发达国家每吨40美元 目标是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吨50美元 发达国家每吨100美元 这种定价方案将针对能源交通和工业过程等排放最高的行业 该协议还需要伴随其他措施 如落实现有的减缓承诺 提高能源效率和打击碳泄漏 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动力同意全球碳定价机制 例如设立一个新的碳基金 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的碳定价基础设施 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国家碳定价机制的年收入的一部分捐给该基金 而中国、印度和南非等高排放国家也可以自愿参与 总的来说 全球碳定价协议对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关重要 他将为碳定价提供明确和经济可行的路径 鼓励清洁能源创新 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收入 李泽凯有能力第五次幸运 路透观点 预计亚洲保险公司FWD将放弃其在香港上市的申请 这将标志着其第四次尝试上市的结束 这个决定是在香港资本市场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做出的 今年的IPO融资额较去年下降了65% FWD并非独自等待 目前香港有超过110家公司在IPO排队等待 然而 FWD的保险业务应该对全球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尤其是在他们对中国股票冷淡的情况下 该公司展示了强劲的有机增长 并自2021年以来 在IPO前筹集了18亿美元 因此并不急需资金 印度金融科技派对的参与者正在康复 路透观点 印度金融科技行业正经历一段低迷期 估值下滑 大型投资者远离 年度行业会议反映了这种沉闷的前景 创始人们宣扬可持续增长 监管机构强调风险缓解 尽管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独角兽 数量最多的金融科技市场 但其每年160亿美元的收入 仅占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总营业额的5% 过去一年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在该行业的投资额减少了一半 不到40亿美元 印度初创企业的估值 也在重新调整 比如Bijos和197 Communications等公司 面临挑战 据业内人士称 印度的快速支付零费用 政策以及银行 据称不愿与金融科技公司 共享政府补贴 阻碍了行业的增长 此次活动还缺乏大型投资者的参与 而监管机构则专注于消费者保护和风险管理 即将推出的木课时 安巴尼的GEO金融服务 作为一个资金雄厚的新挑战者 也是导致该行业未来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当我们有远见的防洪措施 未能通过气候变化的考验的那一天 南华早报评论版 近期香港的暴雨引发了洪水 引发了人们对这座城市应对极端天气 事件能力的质疑 作者认为 官员声称 这次洪水是500年一律的事件的说法 不太可能准确 因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降雨量一直在稳步增加 文章还批评了香港的防洪设施 和洪水期间的沟通失误 并呼吁重新评估 香港对未来极端天气事件的准备情况 开放服务业是双赢的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呼吁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服务业 以帮助稳定目前面临经济下滑的局面 服务业是一个重要的就业创造者 对外国投资的开放 可能会创造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 然而 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中国仍存在较高的壁垒 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仍受限制 谷歌 推特 脸书和奈飞等公司 仍被禁止进入 习近平主席呼吁开放服务市场 被视为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必要举措 医疗失误案件凸显了与医疗保健相关的问题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司法部门撤销了对两名公立医院医生的过失杀人案指控 该案涉及一起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失误 经过仔细考虑起诉规范后 指控被撤销 因为该案未达到刑事起诉标准 这两名医生已被医务委员会判定有职业不端行为 该案引发了对香港过度负担的医疗部门的资金 人员配备和其他问题的担忧 应该鼓励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患者安全 澳大利亚权力是声音公投的核心 人权观察 悉尼人权观察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人权研究所 今天表示 2023年10月14日 澳大利亚的全民公投是澳大利亚人将原住民之声写入国家宪法的重要机会 一份新的问答文件回答了与原住民之声相关的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与实现和享受基本人权原则有关 原住民之声将是一个代表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机构 将就影响他们的问题向澳大利亚议会和政府提供建议 他将是一个没有立法或行政权利的咨询机构 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长期以来一直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解决他们面临的边缘化和歧视问题 包括过高的监禁率和其他系统性社会经济劣势 人权观察的澳大利亚主任丹尼拉·加福松说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是澳大利亚人倾听原住民的机会 并承诺支持他们的基本人权 原住民之声是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经过广泛磋商提出的建议 最终形成了乌鲁鲁之心宣言 乌鲁鲁之心宣言是向澳大利亚人民发出的邀请 共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支持土著自治 并有助于实现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 原住民之声是对土著人权的明确表态 旨在提供一种机制 确保澳大利亚旅行期确保所有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的角色 澳大利亚人全研究所所长贾斯汀诺兰诺兰教授说道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您收看智库简报 朝着海德格尔市的自由主义前进 路德维希逢米塞斯研究所 如何培养真实和真实性 一份后现代经济改革提案 贾斯汀·卡米恩著 曼蒂科尔出版社 2022年272页 我和如何培养真实和真实性的作者 贾斯汀·卡米恩都不是经济学家 然而 卡米恩的书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而是一种将海德格尔的 行而上学应用于实际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哲学尝试 他也不是一本学术书籍 他以天真而深刻的洞察力写成 这是作者自学哲学知识 多年创意产业经验和政治咨询工作的结果 因此 即使政治经济学的严肃学者 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价值 应用其中的提案的地方政府政治家 可能会受到其思想的启发 卡米恩首先对深奥的哲学进行了长天而令人困惑的解释 重点关注希腊概念 及其在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的等价物 但最终 这个论点已对现代自由治理 及其在我们经济中的后果的批判和改革提案的形式呈现出来 他应用第一原则 结合古典哲学 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引用众多 但不过分和似乎来自德国保守革命的现代思想 但比预期的更加微妙和细腻 卡米恩称之为他的小品 分为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 其中一个几乎完全致力于他对他所称之为真实经济的理论观点 这个概念使用了经济这个词 以希腊原意的管理 深入探讨了真理的形式和目标 如何构成西方各个连续的治理模式的基础 他特别探讨了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和帝国 与新政时期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现状进行对比 如果从这个摘要中不清楚 卡米恩在政治和经济学上并不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 他的书倾向于严厉地看待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他认为自由主义由于启蒙运动和自由现代化 带来的唯物主义的扩张而失去了其适当的本质 然而受过奥地利经济学教育的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将这本书中提出的有趣观点与莫里 罗斯巴德的著作进行比较 不是因为他们的复杂性或允许更大程度表达人类个性的组织形式的暗示 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天真中 他们可能形成一个意想不到的桥梁 将奥地利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右翼的其他思想流派联系起来 当然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卡米恩更感兴趣的是使用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来提出 重新组织美国政府和经济的实际改革 就像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 杜金在第四政治理论中所做的那样 但是当卡米恩通过探讨哲学、社会、政治和最终经济的根本问题 来阐述他的第一经济学理论时 他结合了其他西方思想家提出的观点 并将自己的方法推向了未被探索的后现代主义领域 卡米恩的作品是海德格尔式的 他将古希腊哲学重新纳入当代形而上学 并将存在的思想作为第一经济学的核心对象 但他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 尽管天真 因为他在重新构建当前政治体系时 并不排斥个人自由和替代形式的政治组织的想法 使其更适合人类对真理和存在的体验 这也是如何培养真实和真实性 对于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本有趣的读物的原因 卡米恩不回避探索超出贤而上学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正常范围的主题 他试图从自己的第一经济学框架中 理解现代社会的当前问题 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混乱方面 与更抽象的哲学领域 如美学和认识论联系起来 然而 这种天真的古典自由主义 纠缠在一系列无法意识形态分类的哲中思想中 虽然从海德格尔的贤而上学派生的美学史卡米恩 更接近传统保守派如罗杰 斯克鲁顿书名中的真实一词是一个明显的线索 但卡米恩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想法 可能使他在政治光谱的任何位置上都有可能 我将卡米恩的特殊立场定义为 海德格尔式的古典自由主义 他的许多关注点 与奥地利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人物的关注点非常接近 以至于如果这本书明确受到米塞斯 罗斯巴德和在较小程度上是霍普的教义的启发 他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 例如上半部分的最后三章认识论 殖民主义的行而上学 衰落的帝国和自由主义解决方案 后现代主义 在这些章节中 卡米恩从他的海德格尔式的角度 接近了罗恩 保罗 罗斯巴德和霍普 在外交政策和反动政治方面的观点 或者看看第十一到第十三章 社会作为真理的情语表 为治理制定新定义和定位投射的地平线 在这些章节中 他传达了与埃里克 逢库恩尔特 莱迪恩 减去天主教主义 以及罗斯巴德和霍普相似的观点 以极端的地方主义作为终极目标 在不到三百页的篇幅中 卡米恩抨击了一个偏离了正确教义的失败 并试图通过将其返回到古典根源来纠正它 同时考虑到我们当前的情况 他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地方主义形式 减少政府干预 使社区能够有机的发展和繁荣 而不受人为膨胀的国家的阻碍 他还认为 没有企业新自由主义的不诚实 社会可以再次变得真实 我认为 许多古典自由主义圈子的读者 会同意这样的目标 但很少有人愿意探索他们视野之外的思想和作者 我并不是说卡米恩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 但我推荐阅读他的原因 与我推荐约瑟夫 舒马赫的《小吉士美》 这本书的影响之一对人因相同 卡米恩足够接近 可以像对待同路人一样 充满兴趣和热情的阅读 十大经济谬论 路德维希逢米塞斯研究所 我们的国家受到许多经济谬论的困扰 这些谬论扭曲了公众对重要问题的思考 并导致我们接受不合理和危险的政府政策 以下是其中十个最危险的谬论 以及对他们的错误分析 谬论仅号一 赤字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 在最近几十年中 我们一直有联邦赤字 无论哪个党派在野 他们的不便反应 都是谴责这些赤字是我们长期通货膨胀的原因 而无论哪个执政党 他们的不便回应都是声称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 这两种相反的说法都是谬论 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支出超过了税收收入 这些赤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融资 如果他们通过向公众出售国债来融资 那么这些赤字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没有创造新的货币 人们和机构只是减少他们的银行存款来支付国债 然后财政部花费这笔钱 货币只是从公众转移到财政部 然后这笔钱被花费在其他公众成员身上 另一方面 赤字可能通过向银行系统出售债券来融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银行通过创造新的银行存款来创造新的货币 并用他们购买债券 这种新的货币以银行存款的形式被财政部花费 从而永久地进入经济的支出流中 提高价格并引起通货膨胀 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美联储使银行能够通过产生相当于那笔金额 十分之一的银行准备金来创造新的货币 因此 如果银行要购买1000亿美元的新债券来融资赤字 美联储将购买约100亿美元的救国债 这次购买将使银行准备金增加100亿美元 使银行能够将新的银行存款或货币 以十倍于此金额的数量进行金字塔式的创造 简而言之 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 实际上是印刷新的货币来支付联邦赤字的 因此 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货膨胀的 如果他们由银行体系融资 如果他们由公众担保 那么他们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一些决策者指出 1982至1983年期间 赤字加速 通货膨胀减缓 作为统计证明 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 这根本不是证据 一般价格变动有两个因素决定 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 在1982至1983年期间 美联储以每年约15%的速度 创造了新的货币 其中很大一部分 用于融资不断扩大的赤字 但另一方面 这两年的严重萧条 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 即降低了对商品的消费欲望 以应对严重的商业损失 这种暂时的需求增加 并不会减少赤字的通货膨胀性 事实上 随着复苏的进行 支出将增加 货币需求将下降 新货币的支出将加速通货膨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中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近期一系列外交活动背后所变化的国际政局 我们首先先聊新闻 在今天上午的华尔街论坛节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拜登总统在出席G20峰会期间 对于中国的一番言论 在达记者问时 他表示中国最近的经济放缓 可能会削弱中国攻打台湾的能力 又表示现在习近平没有来G20 是因为国内的经济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拜登总统同时披露 他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G20上进行了会晤 同时还谈及了全球南风的变革问题等等等等 李强的这一次会晤可以说是前所未料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前一天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在向媒体确认 拜登总统没有与李强进行会面的有关的计划 而在谈及与习近平的会晤 拜登则主要强调的是 这个习近平计划中的主要的经济原则 现在行不通了 习近平现在可以说是面临一个比之前还要更加脆弱的中国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遏制中国 只是希望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诚实可靠的 是up and up什么意思 就是说是井井有条的 有条不稳的 同时又表示大家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这还不是周末唯一的外交活动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如果大家有印象在周六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一篇独家报道 其中披露在即将召开的 我们看九月份已经到了联合国大会上 原来呢定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代表团来 一方面是来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同时王毅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APEC会谈的更多的具体的细节 这呢是中方向美方传达的信号 也一直是美国方面的预期 但是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王毅他老人家很有可能不来了 改换象征性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来出席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活动 华尔街日报分析啊这也让这一次习近平和拜登之间在十一月可能的会面蒙上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如果外交部长不实际解决一些具体的事物 仅仅是让有象征仪式性身份的韩正来做的话 那么实际上很多啊安排两国元首之间的事物时间就比较紧急了 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啊 有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大会我们在之前的几届也看到啊 有的时候是外长来演讲 有的时候呢是国家副主席来演讲 比如之前王岐山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进行演讲啊 为什么这一次王毅不来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你是不是同意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文章中的分析 就是韩正来王毅不来 那么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的机会就有变小了 嗯对是的 假如这个消息最后面被印证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就值得分析啊 因为必定官方还没有消息啊没有正式公布这个事情啊 但是华尔街日报是很权威的媒体 所以我们很值得站在华尔街的披露的这个消息来进行分析 假如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 就意味着了除非啊这个王毅 最终通过韩正这样一个动作 最终觉得不行我们还是要足处让步 那么还王毅的还是有可能 会到华盛顿单独来 跟联合国这个事情就分开 双方其实就是为这个 旧金山的这次亚太金河会议 在做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博弈 所以韩正来就是博弈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动弹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关系 当然韩正来就不太一样 韩正来就是一个做个样子啊 因为他对实质性的外交参与的并不多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外交部长或者是国家元首啊 做比较实质性的外交的一个最好的窗户 因为大家都来了嘛 但是韩正来就是一个政策性的宣誓 他可能也会见一下国家的领导人 大家就是见见面而已 但是联合国这个场所呢 是中共利用它来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场合 尤其是没有其他的国际的这种机会发言的话 联合国是中国一直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有时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到美国来看一看 比如说出名昭剧的李鹏 他因为六四大屠杀中间扮演的屠夫的交赛 美国西方国家是不可能邀请他来的 但是他又想到西方来看一看 所以呢他就利用前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 也参加过联合国的这个大会 当然当时候遭到很大的抗议 那么江泽民也来过这个联合国大会 那么尤其是跟这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四个国家的常任理事国的首脑 这个拍了照就成就了张燕水后来那个政部长的这么一个位置的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江泽民感觉到很爽 那么习近平也来过 习近平不但来过他的夫人也来过 不但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他的夫人彭丽媛也发表了这个演讲 那既于他们来过了 就会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们就不一定来了 就能够其他的领导人来 那么王毅现在因为秦刚的这个事情 他的事情非常之忙 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口味 他的行程 所以联合国这个大会对于他的讲 相比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参加亚特金河会议呢 就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但是这个事情还在动弹之中 还在这种动弹之中 对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也就是本月晚些时候了 所以啊现在已经是九月中旬了 没有几天那估计很快啊 也就是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中国这边就会有确切的消息 其实啊外交关系里面啊 我们平时关注最多的是中美关系 最有趣最火药味的也是中美关系 但是你要说实质心更重要的 可能我们叫做功夫在世外 反而是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及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就要谈一个 平时我们很少提及的国家叫做越南 在刚刚过去的这周一啊 白宫方面宣布特大喜讯啊 波音公司和越南航空之间达成了一笔里程碑式的交易 总价值七十八亿美元 那我们也知道之前啊由于受到中国这一方面的抵制 再加上波音公司自己出现的安全问题 波音前几年的日子可是非常的不好过 这一笔交易啊会为美国提供三万多个就业岗位 越南航空会从波音这里承诺买五十架七三七max喷气式的飞机 哎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笔交易呢 其中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东南亚现在的整个全球航空市场中的地位啊 那么整个航空市场来看 东南亚已经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方 这一次会面中啊 可以说拜登总统也是不需此行 规见了越南现在的总书记转中复 还有其他的很多领导人讨论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次的波音交易 可能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越南在半导体供应链 以及AI技术方面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合作 其实近几年来呀 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而这一次正式提升两国之间的关系 更是确认了美国对于越南的拉拢之心 二零二二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总额是一千二百七十五亿美元 两年之前这个数字只有八百亿美元 可以说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而在去南越南也成为了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 小小的一个越南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娜也多次强调 有商分销 这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关系 可以说也是以供应链和商品贸易为基础和实质的 当然背后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关于供应链现在的安全性 供应商群体的多元化 对于保持美国的外部经济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越南旁边的中国原来是庞然大物 受到成本价格不断上升 劳动力人口缺乏的影响 现在呀有一些具体的业务已经出现了向周围扩散的趋势 很多企业对在中国的业务量也三思而后行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世界供应链 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举足轻重的龙头一环 其实从二零一八年开始中美贸易战期间 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就开始把一些比较初级的封装 一些比较简单的纺织业等等等等 转移到越南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 以应对关税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增加 而在疫情之后更多的企业开始考虑所谓的中国加一战略 减少对于唯一中国生产基地的依赖 近期我们看到来自荷兰商银行的一份报告中 是有这样的一组数据 说有两千八百多万个在中国的工作岗位 原来是直接依赖于对于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 现在因为所案的有外卖外包而已经离开中国 其中有三十万个主要是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大部分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制造业 尽管现在越南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的制造能力 与中国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别 但是从工业的角度来看 越南的确是有一些后起之秀的优势 首先是劳动人口相对年轻 工资也相对较低 这样就增强了在越南投资的理由 越南国家国土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坐拥九千七百万人口 很多的公司现在也是抓住了美国和东南亚之间关系的热络时期 越南制造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与旁边的很多国家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不仅仅是商品贸易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半导体合作计划 美国方面现在也认识到 越南可能在建立弹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而半导体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美国需要值得信赖的芯片供应合作伙伴 而希望能够培养越南做到这一点 现在以英特尔为首的美国芯片制造商已经开始在越南进行投资 比如这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英特尔公司 现在已将越南在胡志明市郊外投资十五亿美元 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科技园区 未来呀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单体组装和测试工厂 科技合作不断加速度 供应链的有岸外包 越南的重要性不断的提升 越南的经济增长 现在情况到底怎样 是不是像外界这样看好呢 其实越南的经济正如它在整个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一样 也受到全球逆风和顺风的影响 越南的经济增长 在今年估计会出现放缓 可能会从去年的百分之八放缓到百分之五点八 不是因为越南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越南出口产品的海外需求 现在面临西方世界 经济压力的不确定性会有所减少 但是整个全球现在的平均增长是百分之三 即使越南出现放缓 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不少 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美国欧元区 还有旁边的中国 随着亚洲和西方其他地区陷入衰退 或者是通货紧缩的状态 越南成为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增长体 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美国的商业组织对于越南也是充满了兴趣 之前有52家美国企业组成的庞大的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组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商务代表团 对于越南进行访问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越南也有一些担心 而对越南的担心其实跟对于中国的担心也有类似之处 首先就是越南也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 越南对于企业的保护 特别是对于外国企业的法治环境的保护 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也并不容忍不同的意见 如果企业只是希望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越南或许可以满足一部分中国市场风险带来的缺口 但是越南还有更大的问题 比如它没有这样中国强大的完整的配套工业制造体系 再比如越南没有足够的港口吞吐能力 很多公司可以在越南进行生产 但是可能只是生产的某一个环节而已 越南在短期也很难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廉价替代品 但是现在美国和越南通过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上的某一种信号 美国希望拉拢这一个传统而言 与美国关系十分复杂的亚洲国家 希望东盟可以更多的支持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支持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利益 在今天我们也看到 在很多的美国媒体上都登出了这样的一组照片 每月两国代表团在G20 在东盟期间进行访问时 这样的一组照片 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在越南的这个会议现场 背后有一个胡志明的金像 我也看到有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样的行为 也是表达了讽刺的意味 说呀这也是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为什么在提到中国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人权问题 是共产党专制问题 是言论不自由的问题 而在谈及越南的时候 强调的却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要进入一个战略互信的新的时期呢 如果说大家对于美越关系有怀疑 也并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比如在二零二三年三月 越南前任和现任官员就证实了一部分文件 这一部分文件实际是越南和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越南可以通过西伯利亚的月俄合资石油企业 来秘密支付国防采购费用 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 这一份文件还特别指出 俄罗斯现已受到西方国家的全方位禁运 而越南希望与俄罗斯谈判成新的军火交易 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 这样可以说是明确违反了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制裁 这也让大家对于拜登总统的这一次行为 多了一些争议 认为美国是不是把美业关系想得太过于简单了 越南是不是真的你美国去签了五十架飞机订单 去建英特尔的工业园区 就会从此倒向美国阵营而弃中国俄罗斯于不顾呢 越南现在是不是又走入了冷战政治的危险地带呢 越南的身上有没有乌克兰战争留下的热点阴影呢 那么有关于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和前景 河内到底如何在世界大国之间跳这样的一个既微妙 同时又充满了机遇的舞蹈呢 我想请何明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跟冷战时候的 越南的那种关系来相比 今天的越南不会成为冷战的一个棋子或者是一个区域 当然越南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来讲对于法国来讲可以说是罪念深重 因为几百万的这个越南人在这个战争中间失去了这个生命 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当时的内政的很重要的一个爆发点 但是越南就这么过去了 没有人真正的反省 没有人真正的检讨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 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 巴林总统去越南就是强化提升美国关系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 越南需要极速的发展 而这个极速的发展呢 中国是给了它很多的支持帮助或者是有很多的合作 但是这种合作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力量的一个集合 那么如果美国不加入平衡的话呢 美国是不利的 所以巴林总统这次去呢 主要是平衡关系 而不是说呢 要把越南拉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 来制约这个中国 是的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制约中国 因为有了美国在后面撑腰 越南人呢 也有了一点底气 但是并不是拉到美国人撑腰 跟中国去干仗 而是在中国那个地方 会得到中国人的更好的善待 反过来讲 因为跟中国这种合作关系 美国也要善待了这个越南 这就是中型国家 印尼 这个沙特 土耳其 巴西 阿根廷 这个南非 甚至大国印度 大家都在走这条道路 在冷战的这种阴影中间走出来的这些国家 知道要抓住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只是最关键的一个核心 平衡 我认为更好的是一个更好的平衡 是个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平衡 当然在这个里面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人权 原来根本就不像中文媒体 和很多朋友所讲的那样 原来比中国的政改会先进到哪个地方去 因为每天可以说都是追尊越南的这个发展 从越南来讲有一些东西是比中国好一点 比如说互联网啊 他比中国宽省一些 但是对艺人士的打击也是比较不留情面的 的确啊 那么这里啊 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其中啊对于美国和越南之间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报道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在整个冷战期间 越南可以说是先后被三个强大的国家 入侵不仅仅是中国啊 不仅仅是法国 同时还有美国 所以越南和大国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复杂 而且微妙的感情 那么在这个我们叫做军事供应补给这一方面啊 一方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的为大家介绍 越南仍在向俄罗斯采购武器 但实际上河内也进行了很多多元化的经营 比如他同样在捷克有武器的供应商 在以色列也有武器的供应商 最好玩的是在2014年 当时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进行了入侵 结果越南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呼卫舰我从俄罗斯继续购买 但是关键的军事零部件我从乌克兰购买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在西方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 中国也是这么干 对实际上这样实际上是国际武器贸易的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都有多元化的经营 普遍是以成本以及取得武器的方便补给为首要条件的 而不是陷入某一种地缘政治的包围圈里 美国在2017年对于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也就是限制与俄罗斯的军事部门进行的贸易往来 把俄罗斯的银行也排除在支付系统之外了 但是越南实际上一直在违反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采取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我们叫做空壳银行来购买军事装备 越南是不是会继续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呢 从表面上而言如果美国升级了和越南的关系 那么越南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依赖性减少是有可能的 因为美国提升了同盟关系 越南可能未来可以从美国的区域 比如说韩国这里来购买武器 所以这一点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在历史上 越南军队与俄罗斯这种千丝万缕的连续 很有可能不是一瞬之间能够改变的 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会出现方向性的变化 越南人把我们美国叫的越南战争是称为美国的侵略 认为这是美国对越南犯下的屠杀罪行 而在美国战争越南人所说的美国战争期间 正是苏联导弹帮助越共的军队和美国人作战 越南后来的几代高层领导人都是在苏联 还有苏联阶级之后的俄罗斯接受现实的培训等等等等 而越南现在的战斗机和潜艇的控制版面呀 也是传统的希里尔字母式的版面 那么如果是要完全换成是这个比如说是美式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装备的话呢 那么还需要时间和金钱 还需要重新训练整个的军队 而俄罗斯的战斗机的确之前是发生了很多次的坠机事故 越南方面又现实是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需要对于现行的战斗设备进行提升 而对于越南而言从俄罗斯购买的合同往往在国际上有更好的隐蔽性 大家合同基本是桌子底下签的 如果从西方购买武器 那么就不可避免的必须有一定的透明度 这越南是不是愿意做现在呢也不清楚 有人分析啊说越南现在的领导层也很担心 如果美业关系走得太近 美国是不是可能会在越南继续煽动所谓的颜色革命 或者叫民主的变革 未来是不是会在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售条款中附加人权条件 所有这一些也是对执政的越南共产党十分不利 他们也十分担心这一点 每个人都希望与美国之间发展更好的防务关系 但是整个越南军队从气氛和内部的忠诚来看 仍然是非常轻额的 之前呢我们为大家说 越南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战胜过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 赶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法国人赶走了美国人 七九年的时候越南军队和人民解放军发生了冲突 这样又让越南人想起了几千年中国对于越南的殖民统治和历史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河内现在的现实外交也形成了 我们叫做永远的阴影和影响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说 说中国的外交叫做战狼外交 而河内的外交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竹子外交 就是在非常艰难的周边环境中既保持灵活度和韧性 同时又表现出某一种坚真不屈的特点 的确在现实层次上我们看到 越南基本和每一个超级大国之间都保持着相对而言握手言和的友好关系 尽管拜登对于越南河内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而中国的习近平还有俄罗斯的普京 今年也在越南的贵宾名单上都会在今年访问越南 越南似乎并没有抛弃中国和俄罗斯的任何一方 而是在这几个超级大国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平衡 军队往往是一个国家最保守的国家机构 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 而不是国家的发展本身 从这个角度来讲 越南的军队是整个越南部队中最亲俄 最与共产主义传统政权关系密切的一部分 似乎也并不为奇 但是现在越南也的确面是面临现实的挑战 经济发展需要依赖西方大市场 特别是对于越南这样一个本国国内市场有限 又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而言 但是传统的历史文化影响军队的保守特征 以及现任执政党一党专制的特征 也让越南与国际大国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越南到底应该怎样处理 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这一次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到底会对于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提升起到什么样现实的作用 我们请这个何明先生来讲一下他的判断 就是在越南战争期间 就是北约有苏联有中国 中国判断了军队俄罗斯、苏联提供了很多武器的装备 这个从港口和中国后来的回忆论领域都证实了这一点 成功大将在云南领导了这一场所谓的支持越南抗美的活动 而在南越呢就是美军 现在的越南三个国家合一了 兼有中国的力量、中国的中资起高也好 或者是中国和越南的合作项目也好 或者是中国自己感觉到某一些项目需要提升 那么有一些可以转移到越南也好 那俄罗斯在亚洲仍然有比较强的影响力 主要是俄罗斯当地的很多的军人、高级的官员 他们的学术的素养主要是来自于苏联和俄罗斯 而且在抵抗西方殖民地的过程中间 苏联是扮演了一个领导者和援助者的角色 但是这些国家都需要走向现代化 都需要更迅速地进步 光只是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满足不了这些国家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基于因他战略平衡的需要来帮助 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 我觉得越南和中国有一点接近 就是采取一种在共产党的这种控制和引导之下 来领导这个国家的避免颜色革命 避免激进的一种自由运动 来走向社会的转型 这个转型最后面的结果是 共产党继续领导 还是有一天也会建立法治和民主 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国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理由 就是很多的国家的转型急速地走向民主化 自由化之后呢 很快摧毁了原来的这样一个转型的一个基础 由于政治上的平等民众的呼求更多 从来呢使这个共识反应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越南领导人是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知道中国有些领导人是这么想的 越南在很长时间是中国的殖民地 对越南的伤害也是很重的 在70年代的时候还侵略了这个越南 所以越南其实跟这些国家 可以说感激也是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但是历史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最重要的是 越南自己要发展经济 只有越南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它的所谓的国际地位才会真正得到提升 才不会成为这些大国之家的玩偶 所以我觉得中型国家的崛起 从这个越南到印尼到马来西亚 到这个沙特 巴西 南非 阿根廷 这个沙特他们几乎都是走一样的道路 就是跟大国之间都保持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合作关系 而比免被这是大国的利用成为一个棋子 对抗另外一方 好 这个大国之间正如菲律宾的那位领导人所说的 大象打架 小草是最遭殃的 因此从菲律宾 从越南 从区域的其他国家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特点 因为平时比较少介绍东南亚的具体国家 今天我们特意为大家介绍越南 以及越南与美国 还有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外交关系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一点 这一次拜登总统的外交场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接下来呢 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几场外交声会 首先是联合国这一次 王毅到底来不来 美国以及中国之间能不能够就两国领导人在APEC的会谈 达成进一步的共识 随后呢是十一月的APEC会议 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 在中国为主场的会议中 仍然有一系列活动包括G20下一次这样的一个主办国 是不是巴西是不是有可能在对于俄罗斯的问题上 以及对于美国的问题上提出新的不同的看法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俄乌局势 在这一次G20会议上似乎是没有达成更多的共识 这是不是意味着战场的情况进一步焦灼 所有这些问题呀都是我们思想兴趣报特别关注的要点 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地区热点 以及世界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卖团感谢如是我问 感谢艺人谢谢这些网友对于我们的支持 明天同一时间思想兴趣报与您再会 我经常讲中国最近几年来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一落千丈 这个呢不是开玩笑的呃 原因很多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呢 他对反对美国的那么一个战略呢真是走火入魔 他自己是反对美国 而以为全世界都跟着他反美 所以他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反美同盟 什么金砖国家呀 这个上海协和组织啊 呃这些都有 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方向呢 明的的或者暗的的转弯木耳角的都是针对美国的 那么但是呢中国现在他做的这些事情的让实际上觉得他的这些做法的不可思议啊 大家都觉得中共要向全世界指明方向那么一个基本的这个姿态呢很是呃令人这个摸不住头脑 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呢在大国外交和全球战略上实际上有两个很大的败笔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对新冠问题的处理那么多的人由于新冠而失去了生命也受到了巨大的财产的损失 那么对新冠的溯源这个是全世界的一致的生命 那么中共呢坚决抵制如临大敌这个把全世界都惹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败笔 另外一点呢在一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侵略活动中间 中国政府采取了亲俄的这么态度 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个做法 中国呢想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脚踏两只船 这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原则非常重要 那么除了这种大国外交和全球战略的大败笔之外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外交也是非常糟糕的 是遍地的鸡毛 我们远的不说就上个星期 中国政府出版了一个新的中国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呢对很多有争议的地区呢 都划归中国所有有领土权利 这样子的话那么印度 尼泊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以及文兰以及文来 这些国家都表示了强硬的不满 甚至提出了抗议 所以这样子的话又把中国孤立于这些周边国家之外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他再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处理这个日本福岛 核废水排放方面 中国的做法呢 也是跟婆婆骂街一样 毫无自尊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全世界实际上只有中国政府一口咬定 日本的这个排放的废水不安全 联合国最有资格最有技术才能的 这个IAEA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也是说中国政府的说法毫无道理 而且这个原子能机构 这个机构里面还有中国的代表 那么中国的代表在里面没有说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 再加上这个中国的很多民众 对日本的这个很多的商业机关打骚扰电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文明的一种做法 所以现在日本90%以上的日本人 对中国都有强烈的反感 这个呢也是外交上的一个败笔 所以国际上现在基本上 把中共政权的当一个笑话来看 不跟你玩了 现在去中国的国际游客减少了很多 像北京上海这些国际大机场 他的游客给这个疫情之前减少了 有的高达90% 中国的各大国际航班都亏损 所以说中国这个不仅这个国家呢 跟世界为敌 很多人都是看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国家 非常的荒唐 所以他不愿意去了 失去了吸引力 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国际联盟上呢 中国也是一个大输家 你比如说不久以前 我们这个日本在广岛开了一个七国会议 G7 那么中国呢希望这个跟他对抗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西方的这个霸权主义的象征 所以呢 他非常想要这个上海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甚至金砖国家的成员 不去广岛去中国开一个什么反美的会议 反对G7的会议 实际上呢 这个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孤苦伶仃 连金砖成员国印度和巴西去了广岛 而不去中国开反美的会议 所以没办法 为了挽救面子 只好找几个穷得叮当响的中亚国家 在西安 治愈之乐 开了个勉强保住面积的大会 那么在印度马上要开的这个20国家会议 就是G20 习近平呢也大打退堂鼓 不去了 因为去了会很尴尬 中印关系剑拔奴障 中印边界如见在闲 那么这是习近平的烫手三欲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无法体面的去新德里为莫迪捧场 而且这个G20这个绝大多数国家呢 都是民主国家 比如像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英国 美国 这些国家呢 这个他都不想习近平给他们指名方向 反而他们都想给习近平指名方向 叫他改邪归罪 这样就尴尬了 所以呢只好待到北京 陪伴也有同样出国障碍的战略伙伴普京 所以这两个人真正成了 做三雕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中共呢也在国际上到处碰壁 其一贯的恐吓和威胁 不怎么灵通了 你比如说 美国国会下议院 在几个年纪以前通过了一个决议 就是重新解释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 声明那个决议的美国不认为他解决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 只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 英国当然大家都知道 英国议会 他有一个小组委员会 他提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首次对这个台湾的现状做出了正确的解释 那么台湾大家知道 85%到90%的台湾人民都希望维持现状 不同也不独 那么英国议会的这个报告呢 他说现状就是独立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个呢跟台湾现在的政治领袖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对自己的地位的界定 已经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国所这个承认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标志性的一个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美国一家最有权威的这个民意测验公司 叫Pew 他对24个国家做了调查 结果发现在24个国家中间 绝大部分的这个人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就是67%的人 对中国都有负面的看法 当然在中国周边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负面度将近90% 这比当时毛泽东时代的声誉还要糟糕 所以说这个呢 中国的这个外交啊 实际上是一个大败笔 另外我再想补充一点 现在是夏天啊 夏天体育旺季 中国的国际体育表现也是一塌糊涂 主要是想搞面子工程 表现出中共这种举国体育体制的弊端 由于顾面子 所以没有实力 没有实力他就要作假 你比如说 最近刚刚在成都召开了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中国拿了一百多块金牌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而体育大国美国只拿了一块金牌 所以说中国官方大量宣传 真的以为是东升西降了 其实这是自欺欺人 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啊 都是这个国家培养的专业运动员 他并不仅仅是业余的这个大学生运动员 不是业余的大学生 这个呢 就是这种现象的又一次得到证实 就是在一两个星期以前 在2023年匈牙利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这个国际组织呢 有严格的资格审查 所以说冒牌的这个人员是不能去的 结果在这种有严格资格审查的国际锦标赛上 美国的金牌总数第一 有12块 中国金牌为零 中国不仅仅没有金牌 连银牌也没有 只有两枚铜牌 差距一下子就显出来了 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杯篮球赛的比赛中 中国队的这个表现更是兵败如山倒 在非常有力的小组组合的情况下 他居然被残酷的淘汰出局 还以20分的差距输给了刚刚独立十几年的 非洲的弹丸穷国南苏丹 这是非常这个凄惨的现实 我说这些呢不是说中国人民没有潜力 总的意思是讲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什么大事小事都要由一个专制腐朽的党来管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潜力都被扼杀了 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完全不可能由专制腐败的中国共产党来实现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要给大家聊的下一个问题 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的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现在这个不景气 这个呢实际上不仅是有政策性的因素在里面 最主要是有结构性的因素 所以说这种错误的政策和不完美的结构 形成了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完美的风暴 那么我们讲结构呢实际上是本质的东西 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实际上根本上来讲 它是一种非市场经济 它的一些根本的运作的机制都不是以市场来决定的 比如说对货币的控制 它的关税政府补贴等等等等 它都是这个党的政策来的 所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经济政策的 不是以市场机制来的 不是国务院的那些经济专家 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 习近平现在是这个 把这个经济政策的大权也栏括在他自己的手里面 党的总书记来管中国的经济 所以这就是问题 第二点呢中国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 党呢指定政治政策经济政策 而且这个中国呢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 对所谓的生产资料啊 它都是加以垄断 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呢它有垄断全球经济和技术的野心 这样的引起了很多国际上的反弹 这个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一些困境 那么在政策方面呢 我觉得它也有很多问题啊 以往的情况下就是 结构性的不足 可以用开明的政策来不漏洞 所谓的治标不治本 但是呢 你这个这个本呢 长久不治 那就是病入高荒 结构和制度 已经不是不可救药了 危机就来了 那么现在在非市场经济 现在的非市场机制呢 包括很多了 比如说货币的这个一再的贬下去啊 然后政策 经济政策呢也摇摆不定 严格控制货币的外流 还有房地产的他方式的毁灭 这样导致什么呢 导致老百姓呢就吓怕了 他有钱不敢花 不花钱呢 那就造成一种什么呢 供大于求 严重的产能过剩 导致了通货紧缩 这就是东西卖不出去 东西卖不出去呢 大量的工厂就开始倒闭 一倒闭了之后呢 那么失业就暴增 这样子就会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实际上现在是一个 不是严格的意义上一个经济问题 实际上是政治稳定的问题 所以中国呢他很着急 另外呢火上加油啊 那么中国这个缺墙了 地方政府呢 这个这个倒卖土地呢 也也倒到了尽头了 怎么办呢 所以中共现在就是向有钱的地方呢 去实行打压 用各种方式呢 要把这些钱给挤出来 比如说医院啊 移民中介啊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都是这个 这个亡羊补牢的一些临时性的措施 起不到一些这个 根本性的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作用 那么最近呢 这个北京呢 他也推出一系列的这个 降低购房首付 和降低房贷利息的一些措施 这个利息呢 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 但是呢 背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老百姓已经对未来和前途 失去了信心和热情 还是把手中的钱藏起来 躺平躺平再说 所以说呢 中国的经济呢 他不是一两个 这个磨皮擦氧的政策 能够改变出来的 他有很多很多 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在里面 再加上政策一错再错 这个翻云赋予 没有稳定性 老百姓对他失去了信心 这样子的话 那么一个没有公众消费信心的 这个一个经济 当然他会有问题 所以说呢 这是连锁反应 大家好 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 于2023年9月5日 在印尼雅加达登场 除了南中国海争端 缅甸暴力等 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 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与会 也将更多国际议题搬上台面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坚持不结盟 协商一致决策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导致东盟在解决一些地缘政治问题时效率低落 东盟成立于1967年 现成员国包括了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 汶莱 马来西亚 越南 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十国 第43届东盟峰会的主题为 东盟举足轻重 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根据印尼外交部此前介绍 此次的东盟峰会 共有来自包括东盟国家及东盟对话伙伴 国在内的22个国家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 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与 峰会正式开幕后 东盟国家间将举行多场会议 此外 东盟同中国 美国等对话伙伴国之间 还将举行多场双边及多边会议 作为轮值主席国 印尼希望东盟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 包容和持续性增长 此次会议将讨论的主题包括 缅甸危机和南海争议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再度显示咄咄逼人 在美国总统拜登缺席的情况下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雅加达寻求 击退中国在这个有争议海域的企图 南海紧张已经令周边国家感到担忧 没有实权的讨论论坛 那东盟峰会是印度尼西亚担任 轮值主席国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这个十国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 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讨论论坛 今天东盟分裂的成员 努力救缅甸危机找到统一的声音 自2021年政变以来 缅甸是一个由军政府统治的成员国 法新社查阅的东盟峰会 最终公报草案显示 关于缅甸的部分流空 表明各方对这场危机缺乏共识 印度尼西亚外交主管雷特诺 马俄苏迪就表示 该地区集团外长于周一 对2021年通过的五点和平计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全面审查 并向各自领导人提出建议 尽管缅甸军政府签署了该计划 但基本上和平计划自知不理 对国际批评冲耳不闻 拒绝结束暴力 拒绝与反对者恢复和平谈判 泰国单方面行动加深了东盟的分歧 一名东南亚外交官告诉法新社 该组织中的一些国家正在推动 邀请军政府重返会议 而美国之音就引述关系人士分析指出 中国刻意选在峰会前公布 具争议的新版地图 凸显未来东盟各国所面临的 中国会设地带威胁恐越来越多 但此举也将促使印度与东盟 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 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为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提出包含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以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文案磋商等四点建议 东盟则回应称表示 欢迎双方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 取得进展 期待尽早完成东盟中国制贸区升级谈判 中国与东盟的会议是第43届东盟 及系列双边峰会的其中一场 除了李强外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印度总理莫迪等 多位地区和区域外政府首脑 也参与东南亚从5日至8日 一连举办的年度重要会议 缅甸和南中国海议题 则是峰会的焦点 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受到冲击 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 张运豪就认为这个时机很重要 因为中国正试图加大力度并发出信号 表明他不再愿意在零星的基础上 处理这个议题 东盟已经意识到 他们很久以前就犯下了一个错误 当时他们在双边基础上 处理南中国海议题 这正中北京的下怀 他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 去集体应对中国 但现在中国在双边基础上 与他们协商 这对东盟国家来说变得相当困难 因为很明显这是不平等的竞争 印尼总统佐科威 在开幕支持中也强调 东盟和中国需要实现 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 并表示如果双方相互信任 就可以实现这项目标 但佐科威并没有就中国的新版地图 直接做出回应 新加坡智库 尤索夫伊萨 东南亚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蛇利莲 就对香港的英文报南华早报说 印尼正在努力维护 东盟中心的地位 今年东盟峰会主题 还是东盟要子增长的中心 若东盟无法就南中国海议题 发表声明 或是至少呼吁维护国际法 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那为了维持南中国海和平稳定 中国和东盟十国于2002年 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并为推进和落实宣言 于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COC的文本内容磋商 目前正展开第二轮审读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就在9月6日时表示 8月22至24日在马尼拉 举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第三阶段谈判 有取得一些进展 那新版地图就冲击了 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然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 国际关系讲师 黄新光就示警 中国新版地图恐将冲击 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原先稍有加快的协商进程 甚至进一步冲击 北京与东南亚的关系 然而对于中国未来与东盟的互动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张运豪的想法 则与黄新光不同 他不认为中国新地图 会对中国与东盟关系 有多大的冲击 因为现实是东盟 就是中国的后院 不论东盟是否对此满意 他们就是得与中国打交道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 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他认为东盟峰会 更重要的信号是 世界两大强权 美国和中国都没有派出 最高级别领导人参与会议 相较美中最高元首的缺席 印度总理莫迪 则于9月6日及7日 亲赴印尼 参与东盟印度峰会 及东亚峰会 那这也是印度与东盟 在去年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首次举行峰会 那对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尔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防与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许瑞玲就表示 这显示印度在莫迪及其 2014年上任后提出的 东进政策 Act its Policy 也就是着眼于 规划与亚太各国 建立更紧密关系的 进一步落实的领导之下 那印度与东盟关系 在近年来得到显著的扩展 而由于印度的经济市场潜力 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实力 通常被视为 对抗中国或其他影响力的 一股力量 双边关系将持续升温 像是莫迪这次出席 东盟系列峰会 就反映了此一情形 那印度与东盟深化 安全经济关系 此外 新德里也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一致 对中国政府最新 2023版标准地图表达不满 因为从地图中可见 中国把中印存在领土争议的 阿鲁纳恰尔邦和阿克塞清地区 都纳入了其疆域中 据印度外交部的消息 那印度稍早已经通过 中印外交管道表达强烈抗议 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 黄新光就分析 印度与东盟的长久以来的关系 本就相当紧密 特别是目前印度优先 考虑设立技术中心 加强供应链与经济合作的 对象就是东盟 但现在中国新版地图 所激发的情绪 必须会让双方在未来 持续扩大海上合作 新国南洋理工大学的 许瑞林也说 与澳大利亚 日本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 印度已经在稳步加强 与东盟各国的防护关系 而其中一些东盟国家 与印度的安全合作 目前已经与比中国的 要管放得多 许瑞林就以菲律宾为例表示 那菲律宾先前已经宣布 会跟印度购买布拉莫斯 反舰巡航导弹系统 另外印度也计划提供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及赠送一艘护卫舰给越南 那印度退役海军准将 非盈利组织 印度海事基金会副总裁 辛赫先前就表示 随着北京屡次展现出 不愿意遵守 国际海洋持续的立场 印度以及许多东盟国家 已被迫选择将强化防卫合作 视为当前的第一要务 以小心翼翼的 应对中国的大举扩张行径 那李强就说他想要避免新冷战 中国总理李强在峰会上就表示 中国与东盟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 在三年大留意期间 双方共同合作展开抗议活动 双方还通过对话解决了许多问题 李强就表示过去的二十多年 十加三合作机制经历多次的危机考验 在推动地区发展和繁荣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强还说 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越是需要抱团取暖 团结协作 努力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另外 李强在峰会上 也呼吁大国控制分歧 并警告新冷战的风险 北京此前 曾对美国旨在鼓励其邻国 形成区域集团的政策表示担忧 例如四方联盟 也就是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 或者是奥库斯军事联盟 也就是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 李强就呼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韩国总统尹西岳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 参加的东盟加三峰会上 反对任何集团之间的对抗 继上周二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 该地区组织周三在亚加达连续与中国 日本 韩国 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举行峰会 为大国向十国拉拢或施压提供了机会集团 那日本核废水议题 中日领导人也讨论了福岛核电站 废水排放问题 岸田文雄解释了日本的立场 并呼吁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 而中国官员则坚持要求东京 对这些令该地区国家担忧的 拒绝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那一位出席会议的外交官表示 但这并不是一场紧张的讨论 韩国总统尹西岳则要求他的合作伙伴 拒绝与朝鲜进行任何潜在的合作 朝鲜正在与俄罗斯就军售问题进行谈判 那根据韩联社报导 一名总统官员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 任何与朝鲜建立军事合作的企图 都会破坏国际社会的和平 必须立即停止 东南亚是和平稳定的高地 合作开发的热土 不是地缘政治的搅斗场 地区各方应坚持以包容心态 构建开放和非排他的朋友圈 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框架 那摒弃冷战思维 反对零和博弈 让该地区远离地缘政治的计算 不当大国博弈的旗子 那期待这次的会议 促进团结深化合作 聚焦发展 为国际和地区形势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谢谢大家 这就是第十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昨天年,印度博弈了 Narendra Modi guided home the declaration which welcomed the African Union as a new member to the group among other important points below Atlantic Council experts explore the communique and other milestones from the G20 summit along with the new diplomatic frontiers that lie ahead article 1 India forges a new model of inclusive diplomacy in the lead-up to the 2023 G20 summit there was much focus on Putin and she choosing not to attend the meeting observers believed that their absence was a direct affront to India and would ultimately overshadow India's presidency and its G20 objectives but as the summit came to an end it was clear that India's objectives were not derailed and three key themes emerged consensus inclusiveness solutions consensus Russia's war in Ukraine loomed throughout India's presidency and had divided G20 countries it was unclear if and how the conflict would be addressed and whether it would prevent the agreement of a final G20 communique however after 300 bilateral meetings 200 hours of negotiations and 15 drafts Modi and his team were able to bring consensus on the Russia Ukraine paragraphs in the final G20 communique inclusiveness as part of India's positioning to be the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India shepherded the African Union's inclusion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G20 India also pushed for and countries agreed to major reforms at glob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olutions India successfully promoted its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plan as an exportable tech solution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while it's unclear whether other countries are capable of replicating India's digital plan it has found a niche that goes above and beyond simple capital financing with more than 200 meetings in over 60 Indian cities Indian officials were intent to make their presidency about representing marginalized voices and the global south while India was disappointed not to have Putin and she present this G20 summit was not about how diplomacy has been done but rather how diplomacy can be done in the end India's diplomacy demonstrated its ability to take on current geopolitical disagreements and represent those countries who have felt marginalized for decades article 2 Modi cemented his leadership of the global south while she contained himself this year's G20 summit will be remembered not for who was there and what they did but for who wasn't the absence of she was the big story and will cast the longest shadow over world affairs she's decision not to attend was likely an attempt to discredit the G20 as a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presents his intensifying opposition to the established world order and resistance to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etting she's G20 snub next to his appearance at the august summit of the BRICS economic grouping of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nd the planning of the third belton road forum in October suggests that he intends to promote alternative and competing organizations that he can more easily manipulate or control to serve China's global interests this G20 also represents an acceleration in the contest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ajor powers for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outh Modi proved that he is becoming a more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a counterweight to Xi with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le she apparently plans to rally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support of China's anti-American agenda Modi is offering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north-south relations that is focused on enhancing the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ing rather than confronting the west Modi's advocacy of G20 membership for the african union was a wise geopolitical maneuver that makes the forum even more inclusive in that way she turned out to be the biggest loser of the summit by vacating the scene he allowed Modi and Biden to promote their own views and influence rather than Xi snub spoiling the summit the G20 went on without him Chinese leaders seem to fear being cont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with his withdrawal she is doing a pretty good job of containing himself the summit therefore highlighted China's growing isolation from most of the world's major powers in that way it could also be a worrisome sign tha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key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could become even more challenging article 3 as it joins the G20 the African Union could accelerate its own reforms the first decision of the G20 summit held in New Delhi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Modi was to admit the African Union AU as a member of the group for India it is a success the country has proved its ability to promote the so-called global south at the highest level after almost a decade of advocacy the AU with its 1.4 billion people and 3 trillion dolla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ill be seated at the same table as an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G20 communique released by India we welcome the African Union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G20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inclus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into the G20 will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addressing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our time Bola Tiniebu, Ciro Ramaphosa, and William Ruto the presidents of the leading African economies Nigeria, South Africa, and Kenya as well as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African Union, Comoros President Azali Asamani, were present for this historic moment as Senegal'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ut i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Africa, added Senegalese President Mackie Saul, who chaired the African Union in 2022 and has never stopped being a vibrant advocate of AU integration with othe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Until now, only South Afric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lub, could represent the continent and the African Union was only invited as a guest Africa's entry into the G20 is a true success, coming a few days after the enlargement of the BRICS group Given their strong presence in both the BRICS and the G20, Africans are embracing their culture of geopolitical neutrality that they have been advocating for in recent years, while also reaching a central position in multilateral discussions As a full member, the African Union will weigh in on G20 commitments and prioritize its primary interests, such as debt restructuring,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climate funding, as long as African countries, like European countries, overcome their divisions It may take a stronger AU Commission to harmonize African countries' various positions AU Commission Chairperson Moussa Faki should be able to be a credible interlocutor for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The necessity to bring a more unified African voice in these international gatherings could accelerate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stronger reforms of the African Union as the organization celebrates its 20th birthday The AU is still too dependent on foreign support, which makes up 65% of its budget How can it occupy the G20 seat and make its own choices without budgetary sovereignty? The G20 is only a step, as Africans know that only a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ill position their continent to wield true political sovereignty The charge is historic for African Union leaders But anything less would do a disservice to a continent that, by 2050, will have 2.5 billion citizens emerging on the world stage Article 4, don't expect Xi to snub the G20 again next year The G20 proved its relevance and resilience this weekend From World Bank reform to adding the African Union as a member to climate commitments, the group made progress on the issues it laid out over one year ago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tepped into the void left by Xi and secured new infrastructure deals aimed at connecting Indi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was even awarded the 2026 G20 presidency, reportedly over China's objections But to be truly successful long-term, the question of what China wants from the G20 will have to be answered In the wake of Xi's decision to skip India's G20 summit, the first ever no-show from a Chinese leader There's speculation about what China's engagement will be like for Brazil's G20 presidency year, which officially begins Monday But it's actually unlikely Xi will skip next year's leaders summit No one knows quite why Xi didn't show in India It could be the need to be seen focusing on domestic problems, or China-India rivalry Or a broader signal about how China wants multilateralism to work after BRIC's expansion But one thing is clear, she didn't think there was a price to pay for missing the meeting Next year, when Brazilian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convenes world leader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make the same calculation Article 5, New Rail Plans Mark the End of a Tumultuous US-Saudi Period This weekend saw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IMEC A ship-to-rail transit network that will connect India and Europe through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audi Arabia, Jordan, and Israel The plan is not just a win for US allies in Europe,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for India It also provides the most concrete effort to date by the West to counterbalance China's economic investments in the Gulf Those in the region who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he Middle East may minimize the impact of such an agreement Perceptions can be harder to change than reality If implemented fully in the coming years, however, IMEC has the potential to shift both It also should be seen as unofficially marking the end of one of the more tumultuous periods in US-Saudi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Just over a year ago, it was not clear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Riyadh would improve much before the end of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term, and the July 2022 fist bump between Biden and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did little to calm tensions Three months later, in October, relations appeared to get worse upon Saudi Arabia's decision to cut oil output ahead of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But as engagement between Riyadh and Beijing heated up, and as Saudi Arabia sought to calm tensions with Iran to try to ensure its vision 2030 would not be undermined by security threats, new US efforts to engage Saudi leaders also emerged Most prominently, efforts toward a deal that would result in Saudi-Israeli normalization continued That endeavor and a bevy of behind-the-scenes bilateral tracks, on issues such as 6G networks and space exploration, kept the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albeit slowly The US strategic focus will remain on China and on Russia's war in Ukraine Bu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learly, and rightly, recognizes that the Middle East cannot be geographically wished away This is reflected not only by IMEC but also, for example, by additional efforts to negotiate a deal to work with Saudi Arabia to secure lithium and other metals in Africa The result may be a more realpolitik approach to the region than Biden promised when he campaigned in 2020 But it's also one far more likely to ensure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years to come Article 6, Modi delivers useful, if not spectacular, results The 2023 G20 summit, without Xi and Putin, has delivere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Modi had wanted, with many compromises Those include a consensus declaration, by not mentioning Russia in the section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 The admiss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as a permanent member, a good step forward, continued effort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But no hard commitments in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ing to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no hard targets except extending the 2010 pledges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ransfer $100 billion a yea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2025 The G20 also took on reforms to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DB, to include climate financing in their core missions No capital increases now, but optimizing the MDB balance sheets so they can lend $200 billion more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 to facilit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low-income countries' debt But the common framework remains vague without a roadmap specifying a sequence and timeline of steps to be taken once a debtor country asks for a restructuring In addition, the group adopted several concrete and potentially helpful initiatives such as mapp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help countries identify risks, the digitalization of trade documents to expedite trade trans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to promote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productivity Also notable is the launch of an India-Middle-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connected by railways and ports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all, the outcomes of the G20 summit will bolster India's claim to be the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being able to articulate the deman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oduce useful, if not spectacular, results This is a good template for Brazil to take up the G20 presidency in 2024 and South Africa in 2025 Article 7, the G20 communique was ambitious, but had a few major holes With expectations high, the G20 delivered a comprehensive communique with wide-ranging, ambitious commitments from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debt treatments, climate finance to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 outcome is so broad that what is not included could be seen as more notable than what is though certain detailed elements such as care infrastructure for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classification of skills and qualifications did not go unseen For example, despite a focus on poverty reduction, inclusive growth, and jobs the communique has no mention of informal work, which accounts for a significant share of employment in lower-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specially among women, migrants, and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Similarly, the communique devotes ample attention toward reducing inequality generally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women and girls but is devoid of concrete discussion of generational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older persons and youth who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populations This omission comes even as the G20 is expanding to include the African Union, representing the youngest continent where more than 60% of the population is under the age of 25 By 2035 there will be more young Africans entering the workforce annually than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The addit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is nonetheless significant, bringing more voice from and relevance to the global south especially as the BRICS grouping expands in an effort to counter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and bring more bal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hieving, or even getting clos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clusive prosperity, and peace will require inclusive governance at all levels, and India's G20 took many welcome if not high-level steps in this direction Whether we see real action to reach the destin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s the conversation mov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G20 baton passes to Brazil Article 8, G20 leaders should have called out Russia for global food and energy and security The G20 leaders united around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food and energy insecurity as part of a broader fight against poverty in their declaration coming out of the summit in New Delhi But no consensus was reached in calling out Russia's outsized role in exacerbating these global challenges derailing energy markets and triggering food insecurity to reach its genocidal agenda for Ukraine This glaring gap in the statement is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address Putin's evident intention to cause economic and social harm to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has spent more than a trillion dollars addressing the energy crisis money which should have gone to climate a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Meanwhile, developing nations were out-compete for energy supplies on the global market thanks to artificial supply shortages orchestrated by Moscow Moreover, Russia's sabotage of Ukraine's agricultural exports will continue impacting access and affordability of food for millions spreading famine in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These developments are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in the total bill of Moscow's atrocities Weak political statements such as the G20 leaders declaration embolden bad actors to continue pursuing egoistic geopolitical agendas at cost of the world's poorest Article 9, Coal is the greater climate problem, but hydrogen takes center stage Coal is a far dirtier and emissions-intensive fuel than oil or natural gas and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44% of global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in 2021 One might therefore anticipate that the official communique from the G20 convening would discuss coal at length One would be wrong Coal remains too politically sensitive for the G20 to come to a consensus While coal burn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a cause of certain cancers and asthma, it is also cheap, reliable, and available Consequently, many countries regard coal as a necessary evil for their energy mix The G20 statements only mention of coal states that it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celerating efforts towards phasedown of unabated coal power, in lin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recognizing the need for support towards just transitions The G20's call for a phasedown of coal versus a more aggressive phase-out is notable and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climate statements, including at the 26th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y's COP26 Summit in 2021 Hydrogen earned an entire section in the G20 statement, but its prominence in the communique outstrips its importance in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Let's be clear, hydrogen is a vital decarbonization technology with many viable use cases, including for the refining sector, fertilizers, steelmaking, shipping, interseasonal electricity storage, and more World leaders need to be talking about hydrogen and other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Yet hydrogen also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while scarce decarbonization resources are often better deployed in removing coal and greening the electricity grid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for China,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of world coal consumption While energy access is undeniably critical for combating energy and economic poverty,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not be pleased with the G20's failure to address coal more systematically Article 10, India pulled off a well-managed G20 that found a way forward on trade While the G20 is not renowned for transformational outcomes, except when the occasional global economic meltdown occurs, it is the crucial forum for annual engagement among the world's top economies In the run-up to the leaders' meeting, it appeared that the hoopla of the August 22, 24 BRICS summit might have stolen the show already, but India and Modi pulled off an extremely well-managed series of ministerials, working group meetings, and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s that deserve more attention The results on trade were respectable but limited The consensus 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reform is familiar and will have virtually no impact on what happens in Geneva Beyond this, the trade minister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see real progress when one group aims to shift value chains away from a fellow G20 member, China Transparency is welcome in assistance and facilitation programs for micro-dash, small-dash,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ut there are no game-changer results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 outcomes related to digitalization of trade-related documents could be important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trade documents and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procedures have been one of the few bright spots in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of trade relations and trade negotiations for several years now In 2014, WTO members concluded an historic agreement, the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The initiative pushed by India on digitalization builds on the WTO agreement and seeks to take it forward in collaborative ways As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continue to fragment and regroup in their trade relationships, G20 efforts on trade facilitation show that there still can be common groun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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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